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 結束之後發表了峰會公報 首度提及到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且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公報也敦促中國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 特別是在新疆的問題上 並且呼籲中國保障香港高度自治 港人自由和其他的權利 G7也建議由WHO在中國進行第二階段 新冠病毒溯源研究 並且承諾將向貧窮國家提供十億劑的新冠疫苗 為期三天的G7七大工業國集團領袖峰會 週日結束 美國總統拜登在記者會上表示 美國重返談判桌且全心投入 並提到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和專制政府較量 拜登特別提到中國再次強調不是來尋求衝突 而是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 不同意的地方直話直說 除了拜登之外有多國領袖在會後也都分別提到中國 在經濟,財務、貸贅 我們會見到達同志在分突地中 倫其實我們會比打局等 至於對抗疫情方面 G7提出對疫情問責 並呼籲世衛組織 召集下一階段疫情溯源研究 工作必須透明 英國首相強生也承諾 G7在年底前將向貧窮國家 捐贈十億劑新冠疫苗 不過有環保團體在峰會附近 發起抗疫活動 他們認為全球需要110億劑疫苗 但G7卻只捐贈十億劑 還強調為期三天的峰會 卻只有空洞的承諾 應該要立即對改變氣候變遷 做出行動 例如已經簽署 卻沒有遵守的巴黎協定 公司新聞最為人編譯